我如果兩欄我覺得不好看 我希望三欄的話怎麼做?三個喔 所以我剛剛分析的話是MPS 如果MPS要怎麼改一樣 你就是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記得把它貼上 貼上的時候這邊記得把它改成3 全部成3對不對 那改的部分的話大概第一個 你就會變成MOD不是MOD2而是MOD3 但是MOD3的話結果會有三種可能 一個是余1一個余2一個整除 所以如果三個的話那怎麼辦?很簡單 其實跟各位講如果將來你假如三個 目前是兩個True跟False 如果你想要再另外一個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個時候請你把if的部分選起來 if有沒有然後跟它底下要做的事情 這總共有四行 總共四行把它選起來然後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貼到它的下方 所以在這個的下方Enter一下 留一個空白行 然後按Backspace到最前面去 為什麼呢?因為我要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貼上之後的話你說 老師這個if跟if一樣怎麼辦? 怎麼做區隔? 跟各位講如果你開頭一定是if 第二個或第三個或以後 一定是叫什麼?叫else if 所以你記得把這個第二個 甚至將來有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 前面反正都加上else if就OK了 所以如果你還有另外一個 沒關係你就把else if再貼到底下去就OK了 然後呢條件的部分這個是等於1 那這個的話就等於2 有沒有就把它改一下 那底下else的話呢 那就是等於0嘛 有沒有就整除了 當然你說要用那個什麼else就反之啦 或者說你說要改成另外一個 就是把這個else if這邊改成這樣 改成這個把它整除就0嘛 這樣可不可以也可以喔 有沒有這邊是等於1 這邊是等於2 這邊是等於0 可是問題喔 寫這樣好像有點多餘 因為反正就是三個選項嘛 那不是1不是2 其他不就是反之不就是 剩下就是0嘛 所以剩下就0那你乾脆不要寫 有沒有不要寫感覺好像比較清爽一點 寫跟不寫都可以OK 看起來好像不寫好像比較短 那所以就不寫OK 好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那個寬度 有沒有第二個 寬度部分的話呢 就把它改成3就可以了 有沒有3個欄位 本來是5個欄位嘛 通常改成3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的座標本來是m 有沒有這個是left top 再來的話就改成p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邊改成p 然後這邊改成s 然後這邊改成s mps 不要寫錯 mps 好 其實關鍵應該是 我印象中好像只有這個labs有影響 所以甚至你這個top不改 你用m好像也可以 這邊不改好像OK 比較重要應該是這個ps 好 那其他應該就不用改了 好寫完了 看起來應該OK了吧 所以我剛剛的步驟 如果要改三個的話 第一個 把上面的複製貼過來 改成3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邏輯 再增加一個 一模一樣的 這個喔 其實上面這一個 把它貼過來的 加一個else 然後把mode改成3 這個是1 這個是2 這個是0 OK 然後再改寬度 然後再改什麼 改這個ps 其實我印象中這個top好像不影響 因為top是上面 反正大家都同樣那條線 所以top不改應該是沒有關係 所以主要是改mps 改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剩下應該 如果OK的話呢 那就 那一樣 我把這邊底下再複製一個按鈕好了 反正有一個sub我就加一個按鈕 這樣會比較 兩邊可以比較知道自己做哪些sub 不然有的時候sub寫完之後自己會找不到 不然加鈕比較可以清楚一點 然後刪掉 刪一下三個 有沒有 1 2 3 沒錯 美元 人民幣 歐元 日幣 英鎊 澳幣 哇 那全部都基本上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把這個收折一下 看起來好像 哇 這個dashboard很方便 這樣看 資料就很清楚耶 所以將來如果說呢 你有很多資料 要一起來分析的話 馬上就可以看出高高低低 如果你是一個分析師的話 跟外幣有關的 我覺得你會這些方法的話 哇 實在太方便了 每天大概看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今天的走勢 應該可能的走勢會是怎麼樣的 OK 所以看起來 美元對新台幣 等於是美元一直在往下 那反而對澳幣是往上 很極端耶 歐元也是往上 所以呢 對台幣 對日幣都是貶值 可是反而對歐元 澳幣 英鎊 確實升值了 這是什麼什麼狀況 OK 所以你就大概知道一下 當然我們課程 這港幣怎麼整個 港幣剛好也跟我們顛倒 我們是在 美元是貶值 但美元它對港幣剛好升值 OK 好啦 那這個地方的話 等於就是有三個吧 好 那試試看好了 三個部分 那最後呢當然 我本來是要講跨工作表 我是希望說 你說老師畫在這裡好像有點擁擠耶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圖 把它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會更好 對不對 如果把它不要放那麼擠 因為這邊有資料又有圖 所以如果假設我這個圖 不要放這邊 我希望放這邊 所以這樣的按鈕可能在這邊 按一下 然後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們把全部摺點2 的圖 希望把它改到這邊來的話 那當然它的 可能要變動的有幾個 就是它的 它坐標有沒有 本來是m到r 那這邊的話變成a到f 所以如果它改的話怎麼改 所以這個的話 請各位先試著把它改成 三個 最後剩一點時間看 試試看跨工作表如果可以做出來 那更好